各位市民好朋友報告 我们这一场选战 已经顺利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基隆市民 今天的结果 不是属于国粮一个人的 是属于全体基隆市民 对于我们今天 我们的市民朋友 对于基隆的未来 所做出的选择 我们要深深的感谢 我们对于基隆民众 我们一定会用生命 来守护大家 容许我用深深的一举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对于这一次的 罢免的公民团体 我们也要表达诚挚的感谢 其实这一次的选举 他们并没有输 基隆的公民 基隆的市民更没有输 因为我们用民主投票的方式 来完成了七十几年来 从来都未能完成的罢免投票 我也在这边 跟大家来承诺 我们一定会用谦卑的态度 在未来持续的 跟我们公民团体 表达密切的联系 在每年的第四季 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到市政府 做深入的座谈 共同商讨如何改善 基隆的市政 我在下周也会亲自的打电话 给我们的大免领衔人 戴景安先生 亲自的去拜访他 跟他一起讨论 如何让基隆的市政 能够更好 最后还是 我要来深深感谢我的上帝 阿贝 谢国良 加油 基隆 谢国良 国良 谢国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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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跟大家报告 这一场选战的确它的过程 并不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我的信仰 也一路扶持我 让我能够走到今天 所以我也希望他的爱 能够充满了这座城市 以及所有的家庭 我也希望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他 抱歉 我只要讲到这些 我都会特别的感动 但是我想 也要谢谢大家 选战已经结束了 我们日子要回归正常 其实我说一句我的心声 我们市府团队在这几个月 并没有被这场罢免 去拖延到 去影响到 我们还是继续努力 在做我们的工作 但是我想从明天开始 我们可以用更正面 更快乐 而且不顾一切的态度 继续推动我们的基隆市政 最后还是让我深深的一举功 谢谢在座的各位 谢谢你们 谢谢基隆 谢谢基隆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 下